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韩一首 拉关墙 站住就别晃荡 韩子一醉洋苍天 脑袋尽腰上 扛上亲儿女友 西夏贵爹娘 一根京城干城邦 神鬼都不让 哎哎哎哎哎哎哟 我 帮马我走江湖 韩子向当当 正义钢天地 韩子未明阳 帮马我走江湖 汉子响当当 真意赶天地 汉子为明阳 师父 就这儿 你妈 妈 妈 虎头金牌 三哥 这就是俺们总气组的虎头金牌 这块金牌 不仅俺们虎气绝认识 就连山东全道上的兄弟全认识 见到金牌 就如能见到我们总气组本人 叔 火气一见 火气一见 爹 梁大哥 把火气一见 还给咱老王家了 孙文青那小哥的 孙文青说 两顶山一死 黄金的线索就断了 他要赶回南京复密 这小子溜得倒快啊 把这幅烂摊子扔给我了 梁顶山一死 王怀远这小子 肯定跟虎气军都混到一块了 你去省厅找刘秘队长 让他通知济南周边府县 下告示 通缉王怀远 是 对了 吕作 泰安城保安团送上了一个情报 说是在泰山奥莱丰一带 发现了虎气军的踪迹 终于找到这帮家伙 保安团跟他们交过一次手 逮到了两个匪徒 据俘虏的口供说 他们山上的银盘子正在闹文艺 保安团没赶工 律总 我们立刻出兵了 出啥兵呢 让保安团先围着他们 困也把他们困死了 咱们工上去了 在哪里传着命 哪个多哪个少 不长脑子 律座英明 调两个人默契 学助保安团 吞吞风索 连这蚊子也不许非诸准 是 你拿这个单子啊 出去抓药就可以了 好 好了 谢谢大夫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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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医生 车长队 好 来 来 来 花园 到火区哪里了 殷信的事我不放心 我怕我爹再派人来 我把银信藏到后面 到后院了 好 百惠跟泳泉怎么样了 好 燕台发明的同志 把他接走了 放心吧 你这里还是不安全 咱们能把银行换个地方 好 我相信 田律长一定会按照我们日本人的方式 解决王怀元和虎其军的土匪 你们小日本啊 就是小心眼儿 抓人和杀人 都需要时间 再说了 我这儿军费紧张啊 你放心 我们答应你的条件 一定会如实履行的 那就好吧 只要钱过来 我把那帮毛贼脑袋全敲碎了 包括王怀远 还有你要的那什么书 全解决了 全解决了 拜托了 告辞了 走吧 报送 李泽 咱们跟日本人合作 要是让韩主席知道了 会不会 韩主席 你是没看见哪 韩主席隔三差五的就往日本领事馆跑 那你说 韩主席这是为啥呢 为啥 韩主席拉拢日子 日本人是对付老蒋 韩主席明理抵制日本人 按理拉拢 所以咱们跟日本人勾搭 屁事没有 有个消息 王怀远的小姨子还在济南 我的意思是 如果能把她的小姨子带住 那以后对付王怀远 也是一个很好的冲儿 注意不错 您只要发个话 我带人再去搜搜看 发什么话呀 马上去办 小姨要是拦着把它轰一边去 别伤这小姨一根汗毛啊 掌柜的 您给放出茶 好嘞 行了 里边请 好 来来来 一人先喝碗茶 看来您三位 是要上泰山请乡的吧 没错 去还院 那您可得加小心啊 这保安团跟土匪搭起来了 您说这土匪 是 虎骑君呀 那这有点瘦 是 张贵的 这离太安城有多远呢 也就二十里地吧 走 对 上壶茶 好的 马上来的啊 哎 里面滚出去 好 你干什么呀你 都小歹声啊 你们田大夫呢 田大夫出诊去了 哦 出诊了 对 这没在家更好啊 进去给我搜 看见女的 都给我带出来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执行公务 哎 你忙你的 忙你的 哎 那儿 咱走了 让开 啊 我们也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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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长官 哎呀 没事没事没事 哎 哎 行行行 老板 谁敢动老子 打死他 隆伍官 病房搜了 没发言那娘们 后面库房也搜了 也没见着 你们忙 你们忙啊 啊 走 来 快 慢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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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快h 这个房子啊 是我朋友的空前着 我借了用用 好 这里很披静 离你那儿呢又近 方便你过来照顾 赵大哥 你想得太周到了 森哥 留着他们干啥 我的规矩不杀俘虏 森哥 按虎其军的规矩从来不留活口 既然我来了虎其军 这个规矩就得改一改了 走 走 古子兄弟 汪大夫 你是怎么被俘的 宗其主让我带着十几个弟兄 回奥莱丰 结果到了山下 就中了这帮保安团的埋伏 弟兄们死的死伤的伤 我也被炮弹证昏了 就这么着被他们逮住了 看来他们封锁的还挺严 你封锁 你醒啦 我这是在哪儿啊 你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你放心吧 没事的 我哥呢 你不能起来 我要去找我哥 去找白慧用具的 你快躺下 快躺下 小心点啊 我 我跟你说 外面那么多官兵 你出去以后会有危险的 那你先告诉我 他们现在在哪儿 他们很安全 你放心吧 骗我 白慧用权是不是死了 我哥呢 我没有骗你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 只是现在实在是不方便 带你去见他 等你身体好了 我就让赵大哥安排你们见面 好不好 好 干什么 什么干什么 你不认字啊 他认识 你不认识他 快 什么啊 公计令 就是抓人的告示 上面说的 就抓咱几个 来 来 咋了 这玩意儿啊 见得太多了 这玩意儿啊 见得太多了 是 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都不准 你越大方越没事 走 来 给我给我 走 走 走 请跟林局长在家吗 他刚回来 您是哪位啊 你就跟他说 一个摆弄金针的朋友 来看看他 好 您稍后 三哥 这是什么局局长 警察局啊 警察局 对 安门从早看到 通知令上 正在投机俺们呢 咱到警察局局上架来了 这不往枪口上装吗 越危险的地方啊 实际上 越安全 兄弟 快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滚滚滚 滚滚 一个不行几两 坐完了 没关系 来来来 兄弟 快快快快 好 兄弟啊 好嘞 林局长 我这儿有个兄弟 身子骨不舒服 找个地方 让他躺躺 不用不用 我好多了 坐这儿就行 好 那快坐会儿歇会儿 我这儿赶了大半天的路啊 都饿了 弄点猪耳朵 好 再来壶酒 放心 我立马打发人去办 你们这胆子也推大了呀 光天花日期 还敢在街上留的呀 那你林局长 不就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了 我干不出那种 上天海里缺德的事 能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哪 我火出这个局长不当了 不能让别人上泥跟汗毛 官场上 有林局长这样义气的人哪 实在难得 我们就是在这儿啊 大叫两三天 随后就走 不急不急 我那个小寡院啊 房间多了分 我让他们哪 给你送水送发千万 不要到街上去啊 好好好 对了 还有我那小毛驴儿 得照看好喽 那那个驴儿认识 我把您照顾好了 我知道他是您的心头肉 走走走 都快快了 好 来 别看了 住在这儿啊 保管没事 三哥 那这有啥法 能让这个局长这么仗义啊 他一半是仗义 一半是利益 这 这话怎么说 他们林家呀 是五代单传 到了林局长这辈儿上 大小娶了四方太太 可是没一个怀上他的主 给他挤的呀 头发都没了 那后来呢 两年前哪 我来泰安出诊 他用重金请我 我给他看了看 半年以后 他的三太太就怀上了 去年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 你说 他能不对我千恩万谢吗 还说的吗 那一半利益咋讲了 他有了一个呀 还想接着再要一个 所以呀 我大大方方地到他这儿来 你又死了三个弟兄 找这么下去呀 难道虎七军的人 非得死光了不行 又是断粮又是瘟疫呀 啊 虎七军难逃一劫呀 臭猴子 倒是赶快带着大当家的回来呀 他娘子两种其种在 咱能这样吗 三哥 能看这干啥呀 我找林局长要了张地图 抓紧时间琢磨琢磨 这玩意儿有啥意思 这带兵打仗啊 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熟悉地形地貌 哎 眼下保安团倒是没有工山 可是独立旅的人马 早晚得过来 我们免不了 要跟他们碰一下啊 王教官 我刚才跟七哥合计了合计 想跟你聊一聊 胡锡君的事 以前也没跟你多说 如今你也不是外人了 咱就敞开来说一说 那感情好 我还正想知道一下 胡锡君的情况 说 三哥 俺胡锡君可挺复杂 挺麻烦 能可多留点神啊 那你们说说 目前队伍的人数 和大小头领的情况 我们胡锡君下面有三个旗 这您知道 天子旗 地子旗 人子旗 几年前势头望的时候 每个旗都有百十号人 如今大不如以前了 自从得了瘟疫以后 能拿枪的兄弟 就没多少了 兵力是少了点 那各大头领是啥情况 这冯旗主啊 外号人称冯一道 他可是俺胡锡君的老人了 俺们老旗主 拉杆子成立胡锡君的时候 他就在 兄弟们背后都称他 四大一小 啥叫四大一小啊 这四大就是啊 眼睛大 脾气大 酒量大 眼心大 一小啊 气量小 他总把自个儿啊 当做开个援军 他根本就看不起啊 其他几位旗主 一门心思 想当总气主 齐哥 你可别乱说 我怎么能乱说呢 这事明摆着的 三年前 咱们以水那一仗 独立旅跟咱们交战 田大棒的把咱们胡锡君的大气给扛走了 这冯一刀啊 带着十八个兄弟 夜闯独立旅 生生把大气给扛回来了 您了啊 他男人的那一截东西 被打掉了半截 所以 这冯一刀到处都嚷嚷 没有啊 冯一刀 就没有胡锡君 这个人 倒不省油 那丁其主 是啥情况 这丁其主 祖上是京城散步营的摔跤高手 一身的好本事 这丁其主 也没把祖上的本事给丢了 别看人手 论起尽神功夫 他在胡锡君可算是头一号 他那二十四世秦达手啊 那是 打遍山东 无敌手啊 论起个人的功夫 这胡锡君 个个都有一套 不过这丁其主 除了秦达功夫好 还有一个嗜好 就是爱唱拉魂枪 好 这倒挺常见的 山东南部拉魂枪很风行 那我也信 不过 这丁其主啊 有点隔路 专门想唱那个 但也觉得 对对对对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哥 什么意思 打完事 你们天子齐又抢我们弟子齐的粮食 赵三 这有这事 兄弟 抢字不合适 按照侯妻做贼的道理 那应该叫顺 用词不当 不合适不合适 那奶奶呢 你们天子齐把我们弟子齐的粮食都抢光了 弟子齐的兄弟都饿死了 你们就合适了 稍安勿躁啊 我们天子齐的兄弟 天天吃着野果草子 这屎都拉不出来啊 所以才去你们那顺了一点点 不是 怎么能说是抢呢 不合适啊 四哥 这放屁得有人味 什么话呢 为了张家庄这匹粮食 搭计我七个弟兄的命 好不容易弄上山 我一厘米未尽全让你们给抢走了 合适吗 我 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啊 你们要不学弄粮食 咱们的营盘能暴露吗 封一道 说话得冲着天 就这场温病 我们低着齐的弟兄病倒得最多 病倒得得吃饭 不吃饭就得饿死 我不去谁去啊 你们天子齐去了一个人了吗 别吃饱了撑得装糊涂 什么 吃饱了 我他娘昨晚饿的 还出劲呢 你们把保安团召来了 保安团把上山下山的路都疯了 你他娘还在说这话呢 臭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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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 这回佐藤先生又有什么吩咱们总七主死了 死了 在哪儿 济南 好机会啊 一年前咱不是想拉一部分弟兄去青岛投靠日本人吗 结果没头成 如今总七主死了 咱们接着拉 这事还不是最要紧的 佐藤先生说 有个姓王的要来虎骑军 让咱们盯紧点 姓王的 就是大片大上回说过的 济南的那个郎中王怀远 这小子来路不简单了 当年在张东昌手底下干过 还当过营长 甭管他什么长 只要赶来南虎骑军 让他立着进来 横着出去 别 别 飞转给老子撤走来 老子照样能爬上去 任自习佐队长猴骑到 哎呀你个臭猴子 你可回来了 猴骑 山下到底什么情况了 什么情况了 什么情况 到底什么情况 好 梁骑主啊 一路走好啊 弟兄们 给梁骑主报仇啊 报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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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了什么报仇啊 报仇啊 慢着慢着慢着 不可超出过急啊 这梁大哥啊 用自个儿的命 换了姓王的两个儿子的命 你们再去送死啊 值吗 他不值啊 猴骑 梁骑主 为什么找这个八竿子勾不着的人 当总教官呢 他叫什么 他三哥大名叫王怀远 人家都管他叫王三怪 王三怪 他该叫王八蛋 哼 就是你三哥叫王八怪 他也不能拿总局组的命来换啊 公爷 他不是那么地道 不地道 他这个人很不地道 四哥 你不要再说了啊 梁大哥糊涂啊 四哥 老天 姐 猴歇 山上现在缺粮 弟兄们好几天没吃饭了 你叫姓王的两天之代 给我搞到三千元粮食 他要是办不到 老子剁了他 对 剁成肉酱 选拟 慢点 师父啊 做什么事啊 看这架势啊 有队伍要进城啊 走 老董 老董 人花好叔 人花好叔 老跑 你这聚合粮战 是泰安城里最大的粮店吧 是 是 小店在泰安算是头一号的 那好 我们军情紧急啊 两天 两天给我凑齐五千斤粮食 五千斤 我没有听错吧 你没听错 我这么多兄弟 没五千斤勾吗 就这么定了 老总 今年年整不好 粮食本来就少 这么大的数目 你让我到哪儿去弄啊 我给你脸 你不要脸 老子是过来剿匪的 让你们地方上交点粮食 还那么多废话 我告诉你 两天 两天我要是见不着粮食 我就烧了你的电影 这不交 又会老百姓 他们这是筹集金粮 看来独立旅的部队 已经到了傲来风 那咱们上山 我更困难了 没关系 别怕 找几乎吧 没有过不去的坎 你这次从决定上下降 可一定要小心 这下山可不比上山呢 来 呦 门场有这个呀 刚给你打的 行啊 这脑子里想事了啊 别说 有了这个东西啊 咱们爬起山来 可就更方便了 没这东西 你还叫啥废天啊 行 咱们兄弟们白出 谢谢了啊 你可快回来 要不 我和兄弟们可成饿死鬼了 师父 师父 好久回来了 好 七哥 三哥 我说火气老弟啊 真快 当天就打一来魂 这点路对下来说 不算啥 来来来 来 来 见到冯祺主丁祺主了 都见到了 山上的情况怎么样 山上的兄弟 大多都病了 最关键的是 断粮了 冯祺主说 能必须在两天内 弄到三千斤粮食 要不然 要不然 他就不让我踏进虎气军半步 对吗 这个冯祺主啊 面儿还没见上 难提到先处处 不过呀 我也料到 你们山上的弟兄啊 不会这么轻易地接纳 师父 这三千斤粮食 得多少车辣呀 再说了 这么多粮食 两天时间 去哪儿弄啊 这个封一刀 刁难人吗 这个封一刀 刁难人吗 不过山上的弟兄们啊 的确急需粮食啊 是啊 山上的兄弟 都断堆好几天了 就是不为了 跟冯祺主争高下 为了山上这么多的弟兄 这粮食 我也必须搞到 Already 赶紫 声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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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小五行 干呀 胖小子 来 拿着 溜啊 能把他做到三代的忙来了 把这个门拐练了 好的 你 这个胖小子 能坐 林局长 我这有个事想跟你商量商量 我接到盛政府的通缉令了 我这个心呢 就像怀揣个小土字扑腾扑腾的条 那咱竟干冬天的事来 独立旅的两个营开到台湾 正量正宽 让我公安局派大车把粮食往前线送 林局长 你是不是也想着让这帮当兵的 赶紧离开台湾哪 这帮鬼祖我恨不得他们立马走 让独立旅的人马离开 首先有一点 那就是让虎齐军的人马先撤 虎齐军的人马撤了 那独立旅的人马不就跟着走吗 能说的这件事我心里明白 怎么才能让虎齐军的人走嘞 据我所知啊 虎齐军并不想长期待在台湾境内 可他们缺粮食 被保安团围困在山上 只要他们吃饱了 立马突围走人 我这个事儿这现在这粮食多尽贵啊 你以量个人的粮食我能办得到 那么一帮人我这粮食上哪儿高去 办法我自然有 你刚才不是说独立旅 让你们警察局出面找大车运粮食吗 你办个忙把我几个弟兄安排在运粮队里去 这个事儿 还原兄弟啊 能在我这儿注视一码事儿 能让我帮胡齐军 那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 林局长 你要是有顾虑呢 我也就不勉强了 咱家那大胖小子 还真不错 我那个小宝贝小心肝 我那气话来我家老爷子乐海话来 能就是活菩萨送资万银 林局长 我记得上回来泰安 你好像说还想要个小子 那是一个十个八个我都不嫌多了 我菩萨 我这儿啊 有个方子 帮你生个代爸的 慢着 林局长 以前我给你治病 用的都是针灸 今天呢 可是方子 这个药方 是我们王家祖传秘方 绝不外传 我要是给了你 这就等于是外传了 你说以后 我靠什么吃饭哪 兄弟呀 您急死人厉 您有什么事您就说 我 我没啥条件 还是刚才那条 您说说 您说说 我是个警察局长啊 我不能干那个 干那个经费一下的事 您这个事真是让我 那 他娘 那你就干了 长官 长官 就带了这么几辆车来啊 这回运粮啊 是山路 这木轮车不方便 就找这么几辆交轮车 都不容易 您多包含 行了 全都是废话 重车吧 三个了时间 老子可不给工钱 误不了误不了 来来来 装车装车 赶紧的赶紧的 好 快了快 冯师叔 冯师叔 伯契 你小子早 这么快就回来了 王教官 让我给您带信来了 又好 肯定是粮食的事 外传有心 这写的啥呀 这么草 老五 来 你给瞧瞧 我来振住振住 别说这姓王王有点意思啊 他说呀 他这粮食有着落了 让咱们兄弟配合的行动 把粮食送上山 哼 这小子还没见面 啊 开命令咱了 甭管谁的命 他弄到粮食不就行了吗 这姓王的他摆兵部战还真有点意思 冯师叔 冯师叔 他说呀 让你挑一批天子棋的弟兄 假装向西进攻 生死弄得是越大越好 我呢 挑一批弟子棋的弟兄 由东面下山去迎接 这好 还以东以西 这说了啊 具体呢是以三声枪响为令 这姓王的 一看就是个娘子啊 这年月 谁能弄到粮食 谁就是爷 要不要歇一会儿啊 这大人圈子 行了 歇一会儿 休息休息 原地休息 快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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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ox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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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 这姓王的行的 那是没说的 有拥有拥有火 要没有他啊 走 bul还救不出来呢 下手狠点啊 上 是 驾 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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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瞎啊 这是我们长官 我看娘子把枪封下 把他抱下 把他抱下 长官好 长官 你们哪个部分呢 眼睛长屁股上了 没看见我们这是军装 老子是独立旅的 独立旅 长官 这是我们保安团的房区 咋到这儿来了 保安团 他奶奶的 走错路了 长官 你们独立旅的房区 在北边呢 过了小李庄 还有十五里路呢 还有十五里 咱这马可累得走不动道啊 这人累得也不行了 这样吧 你们先把道让开 我们到里边歇歇脚 好 歇够了 我们再赶路 长官 这个我给做不了主 奶奶的 赶紧找个能做主的人来 是 奶奶的 咋啥动静都没有啊 姓王子不会是银杆大枪头 惊看不惊用吧 不会啊 报告长官 长官 长官 您承认 少来这些虚的 您就说 让不让我们进去吧 长官 看我们保安团也有自己的规矩 实在是不能让您进去 电车呀 帝奶奶 把去陪放做奶奶 不管挣钱不挣钱 但愿兄弟全回来 全回来呀 全回来 看一声拉幻腔 好奇从天岗 男儿一笑别的娘 去写在沙场 平地是钢链 平地是脊梁 一根尖准生刀墙 村土都不养 非允许 坏 这日平地是非典许 804年 坏 这日子 隽子 要 坏 乘 我 有 我搜江湖 汉字相当当 正义干天地 汉字为明阳 王马我搜江湖 汉字相当当 正义干天地 汉字为明阳 王马我搜江湖 汉字相当当 正义干天地 汉字为明阳 天天呀 地奶奶 怕去北方做奶奶 不管挣钱不挣钱 但愿兄弟全回来 天天呀 地奶奶 怕去北方做奶奶 不管挣钱不挣钱 但愿兄弟全回来 全回来呀 全回来 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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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